其實本來要避免東武廉價成為防疫鋪口 其實從昨天晚上9點開始 首度實施高強度的調控 來將紅綠燈的紅燈調整為35秒 希望大家能慢慢上砸到 很多人可能會覺得不太方便 不要出門好了 這個是目的 但有沒有達到呢 希望可以降低車流量 但是我們看到昨天晚上 全台多數的交流道 還是有非常多的車潮 最詳細的內容 我們連線給記者的趙佩儀告訴我們 12主播各位觀眾 畫面中我們可以看到 11號晚間全台多數交流道 湧現了大輛車流 通午假期遇上疫情險峻時刻 政府呼籲民眾不要返鄉 避免跨區移動 國道也首度祭出最嚴格的車流調控 從11號晚上9點起至廉價結束 各匣道以48秒為一個週期進行調整 紅燈35秒 黃燈3秒 綠燈10秒 就是希望讓民眾生活 不方便以降低車流量 不過透過及時移向來看 卻有不少車輛搶著上國道 導致車潮全都在匝道口 集成一團 包括國一以及國三等南下交流道 都出現了大量排隊車樓 還有林口 桃園也一度出現擁塞 除此之外 其餘地區都會受到影響 國道車流也還算順暢 不過除了自行開車返鄉的民眾外 交通局也針對雙鐵 以及國道客運擠出措施 要求每個車廂承載率在兩成以下 湧現了大量退票潮 台北車站也是相較以往冷清許多 就是希望民眾不要群聚 以免造成防疫破扣 以上最新主播 6月15號要作為大規模接種 疫苗的施打日 指揮中心還有各縣市衛生局 他們開會來協調 最晚上突然宣布說 疫苗提前送到衛衛 最快今天就可以開始打了 但是這個舉動 讓各縣市抗議說 你也太急促了吧 你也太突然了吧 所以後來指揮中心 又換了一個說法 最後定調 因為疫苗到貨時間 還有各縣市政府 預備狀況不一樣 所以強調原則上 還是以15號作為開打日的原則 另外來看到是呢 現在雲林竟然有疫苗 前客怎麼回事呢 這網路上流傳 找明代喬疫苗 一劑代價5000塊錢 而這個疫苗前客就說 引發了很多的討論 雲林縣政府就主動的 請檢方來介入調查 民眾就說啦 會出現這樣子的風波 追根究底 就是疫苗不夠嘛 大家需要打疫苗嘛 所以才出現 這樣子的問題跟亂想 全台疫苗嚴重不足 全民都在等 但現在網路卻傳出 雲林竟然有疫苗前客 激進黨加益黨部的主委 在連書寫到 根據媒體報導 地方上有明代喬疫苗 一劑代價5000元 這疫苗前客說引起討論 對此雲林縣府表示 已經主動請檢方調查 雲林縣政府告發網傳 可以找明代喬疫苗價格 施打一劑的代價是5000元 疑涉散播防疫假訊息 刑責等結 分別立案偵辦 疫苗前客說在網路 傳得瘋瘋火火 到底有沒有 檢方還在查 民眾表示會有所謂的前客 施打順序的風波 追根究底就是因為疫苗不夠 但大家都想打疫苗才會變成稀有資源 延伸後續這麼多問題 解雲林綜合報導 國內疫情早就已經不只局限在雙北裡面了 而是向全台來蔓延開來 在苗裡昨天新增56例的確診人數 還是單日全國第二高的地方 兩度還超越了台北市 這56個人當中有44例是無症狀的 這要特別注意了 就連移工仲介副總經理 到晶圓電公司的現場處理疫情的工作 竟然也染疫了 由於現在整個苗栗的疫情 還在延消當中 縣長徐耀昌向中央喊話 說除了雙北還有桃園之外 苗栗其實是全台非常嚴重的一個疫區 加上包含有竹男 頭粪等等的科技重症 但是中央配發的疫苗 卻是最少的 認為非常不公平 晶圓電員工一大早在公司外採檢 氣氛依舊緊繃 前一天才傳出有30名員工由因轉揚 晶圓電從11號和12號 原先安排員工二次快篩 但為了確保安全 全公司員工7000多人改做PCR 11號苗栗新增56例確診 外籍移工佔50人 本國籍6人 其中有44人是無症狀感染 而今日確診人數更是超越台北市 是全台第二高 移工傳播鏈還沒結束 就連移工人力仲介的副總 在群聚案爆發後 到晶圓電現場做疫情工作 竟然也跟著染疫 苗栗縣長徐耀常抱怨 當地疫情如此嚴重 中央配法的疫苗 卻是最少的 中央只播了9400劑的 AZ的疫苗 是全國播出疫苗最少的一個縣市 台北 新北 桃園 未來就是我們苗栗 徐耀常強調苗栗有竹男頭粹等科技重症 但疫苗卻最少非常不公平 另外這回染疫最嚴重的晶圓電 有移工私下透露 說當初員工明明篩檢傳陽性 晶圓電卻產能全開 控訴公司動作慢才讓病毒擴散 但縣府出面否認 衛生局指出從疫情爆發後 配合中央積極處理 但科技廠群聚大爆發 確診人數不斷攀升 讓苗栗成為疫情重災 記者彭志明 韓志欣 王百英苗栗採訪報導 真的是要再次提醒大家 整個端午連假 減少出門 非必要不要外出 來看看現在真的要避免 各種群聚的狀況出現 在昨天晚上10點多 新北市新莊這處洗車場2樓 居然被民眾發現 裡面是在聚賭賭博 小小不到5坪的空間 集了多少人 18個人 而且其中一名賭客 加州沒人顧小孩 直接把他8歲的女兒 也直接帶來賭場了 最後警方直接把他們 全部都給逮捕 依法來開罰 更進步內容 連線給記者趙佩宇 社主播畫面中 我們可以看到 大批賭客依序從室內走出 其中還有名女子 帶著8歲女童前來聚賭 最後全都被警方 帶反鎖進行偵辦 疫情期間 政府大力宣導不要群聚 沒想到還是有一群人 賭心堅強 11號晚上10點多 就在新莊區 新北大道七段 一間洗車場的2樓聚賭 消消不到5坪的空間裡 竟然擠進了18位民眾 根據勒結這處賭場 使用一名19歲的菜型男子管理 經營大概有一週之久 平時白天就是一般洗車場 到了晚上過後 居然還是有多人緊緊出出 警方接獲情資埋伏虛舊 監視器承受後 賀槍進入將所有人一舉逮捕 查獲獨自37萬2000元 賭具還有監視器等相關證物 最後將三名賭場工作人員 一賭博罪移送 其餘14名賭客 則已設違法採罰9000元 不過疫情期間違法 每人還可開罰6萬以上至30萬以下罰款 試圖成性量群聚 這下恐怕也賠上了不少荷包 以上最新主播 好我當然知道 線上很多觀眾朋友呢 都有聽話 都有乖乖的待在家 做好防疫工作 一起來看中天 就不會無聊啦 但是呢 現在大家盡量是宅在家 那怎麼辦呢 很多你還是要吃東西嘛 你還是要買食物嘛 就算呢 你盡量少買外食 你還是得買食物回家來煮嘛 對不對 對 所以很多民眾就是想說 那我就上網訂啊 宅配豆腐的蔬菜箱 這不是很好用嗎 確實 他們的訂購人數呢 增加了很多 但是有民眾啊 花了699塊 收到的菜 裡面全部都爛光光了 而且還發臭 還有民眾打開蔬菜箱 裡面的空心菜 居然像是泡過水一樣 這要怎麼吃啦 各種蔬果一包包放進箱子裡 工作人員忙著裝箱出貨 疫情之下民眾宅在家防疫 許多業者看準商機推出宅配服務 卻有網友花了699元 買了蔬菜箱 結果收到 超傻眼 整包青菜葉子爛了一大半 網友發文痛批 都黃掉還有臭味 6月3號收到貨 但上頭標示5月27號包裝 菜到底放了多久沒有冰 因為疫情的影響 它的整個宅配的總量 其實是增加非常多 所以會變成是 我們客人收到的時間 其實會從原本的隔天配達 那可能會延長到 變成是2到7天的這個狀況 另外還有人花了488元 送來的蔬菜箱 有玉米番茄紅蘿蔔 青江菜小黃瓜和水蓮 算一算總共13樣 看似還不錯 但打開包裝 一整把空心菜 像泡過水一樣整把爛掉 如果說可以退貨的話 我希望能夠退貨 不會 怕它的蔬菜品質不好 蔬菜箱不便宜 有的價格卻貴得誇張 一顆鳳梨115元 小玉西瓜也要200多塊錢 疫情嚴峻 上網訂購蔬果的人數增加 商家要維持商譽 必須嚴格控管品質 記者劉幾張 彭新美 花聯報導